我的前任陈娜是温州月情人 错说陈娜脑门突 高情商化解危机第八集 我的前任叫陈娜 记录曾经的爱情故事 首先很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前任陈娜的故事拖了两个多月 再过一个星期 就拖了大家三个月 实在不好 这个呢因为很多事情 然后就没时间吃心 目前来说我还有一些库存日记也没发 因为我不想一天发来 所以现在就是一天三片 大家都能看到我的日记风格 所以今天我觉得 应该把第八集我的前任陈娜写出来 于是我昨天晚上就赶紧赶稿子写出来了 第一步 故事呢还是会挑一些 有故事趣味的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的时间 我不会拖这么久才更新 我觉得我应该尽快把这个故事写完 现在不想想 现在不想想 然后就不写了 有谁人随人令我不再惊怕 遇上你你知道吗 我都等一时将你越差 虽然你再玩 天气了变化 不过呢 今天陈娜又发了一张照片 这两句话 谁爱你 你相信吗 我记得起 心动力相吗 最后一生 发现自己好像说的不是很正确 你不经意间 永远已济以待着 一个女生教养都不需要了 就说明 很在意别人说自己脑门 于是我马上随机应变地补充地说道 这个我可以解释下 好像说错话 一方面先是若想 俗话说 好难不跟你脑 哪怕陈娜脑门真的突然 我也不用 不必去嘲笑 知道就好 不过陈娜还是生气的自财回了局 在偏知人 国家 其实陈娜不是脑门大 是没错 我把你脱了 不想让你 不想让你 虽然才二十岁 可脱的有点不容易 不过我就红小老师 在镜头 我都一直听到 大师八阵 小时候那个美觉的多漂亮 居然长大了这么小 你也知道吗 我怕 这样你说陈娜就马上不生气 你说你这个人很深处怕 我怕 天气了变化 其实我觉得 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这段情话 是爱爱 你相信吗 我记得 心动你相罢 我又没说过 是事实 干嘛会有事 可是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人有些时候 喜欢听歌与奉唱 生活成什么 永远已彩一段 所以说陈娜脑的这个事情 陈娜自己 其实一直会知道 自己的才是哭得很厚 因为她爸爸 三十多岁的时候 会哭得很厚 她妈妈嫌疑得很厚 她妈妈嫌疑得很厚 所以她穿记忆很厚 当然 这些是后来最终的 这些后来的故事 她跟她爸爸 她跟她妈妈的故事 我跟她妈妈的故事 我都会慢慢地分享 你也希望这次简单的故事 可以分享到我 遇到类似的事情 比如和强调的 马前的记忆 是你聊天记录 后面说的词词 这个大家想一起都看不见 是陈娜小时候 最遇到这段情话 她还是可以一场 因为今晚开 最好比张学游 六十五岁 还有一点 忍痛的相罢 因为今晚开了 就基本她们 最终的全力 但她的心情 不怕痛 所以我不想 这方面 陈娜确实比我厉害 永远一切以待在